如果你有在關心中華職棒 可能會發現有個事件不斷的在上野 石原島慘案 中學球隊近年越來越頻繁的和日職進行交流賽 利用與更高水準的球隊切磋竹模當然是好事 順便拓展海外人氣帶動觀光收入 但是交流賽代表雙方隊友從對方層上學習的可能 那才是最初的意義吧 回歸到本質就是你的球賽內容要能夠好看 起碼不能呈現一面倒的趨勢 今年2月8號剛轉手經營的台灣職棒球隊樂天桃園 一如前幾年的慣例 純旋和日本青野羅的海洋在石原島進行交流賽 第一場以4比20的比數慘敗 我有一瞬間以為是在看籃球比賽的第一節 怎麼樣才能輸到20分啊 不得不說我有點失望 但這已經不是台灣球隊在日本進行交流賽第一次被屠殺了 整當我也不怕期待的時候 2月9號第二場比賽 6比7只輸1分 甚至還是到第9局才被逆轉 雖敗有容 有的人可能會這樣說 我卻很疑惑 這真的是同一支球隊嗎 於是我翻了最近3年 樂天桃園到石原島進行春訓交流賽的資料 我意外的發現 樂天桃園6連敗 一場也沒有贏 2018年第一場9比10 第二場1比5 2019年第一場0比22 第二場6比8 2020年第一場4比20 第二場6比7 眼尖的球迷可能會發現 第一場我們看起來都會大量的失分 第二場表現也會回到正常 這樣的比數你不覺得蠻詭異的嗎 我知道球員一定盡情願力的在比賽 但這麼大的起伏很難說服我自己 於是我仔細的把比數拿出來對照一下 想盡可能從數據上看出問題到底輸出在哪 歸納一下我的發現 我們第一場比賽 平均每9局又掉分的局數是6.33局 換句話說 如果以一個投手投2局的長度來看 普遍每個上局的投手都呈現挨打的狀態 但是第二場比賽 平均每9局有掉分的局數 降到了3.33局 顯現我們的投手是有壓制力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變化 一定有哪些環節做得不夠到位才會這樣 我覺得可能的主要原因有三點 調整速度 比賽定位 可用之兵 調整速度指的是存訓階段的不同 中華職棒隊伍每年2月這個時候 普遍狀態還沒進行到實戰野獸的程度 但是日本職棒已經可以看到一些 對內或對外的交流比賽 即便如此 我認為也不能當作慘敗的理由 因為教練賽的排定 往往都是經過雙方球團協調 甚至地方政府配合、行銷、宣傳 早在好幾個月前就已經知道日期 那是不是我們在春訓時間安排上要做出一些調整 先前準備到接近實戰的水準 不然就像洪總前幾年說的 好像在幫對方做打擊練習 比賽定位 以這幾年的表現調度來看 與日本的交流似乎定調在讓球員漸漸失面 希望用更高水準的對手刺激本土球員 將目標放遠 這樣的說詞看起來沒什麼不妥 可是久了換作你是日本的球隊 你會希望和一個程度相差這麼多的對手交流嗎? 而且仔細想想 日本職棒常年在國際上的表現 都比台灣高出一劫 其實球員在出發比賽之前 應該就知道會是一場硬仗 我想不必用震撼教育或者打擊 來刺激球員成長 例如潛力行修翁偉軍 去年先發投球 第一局就丟7分 等於比賽一開始幾乎就器械投降 今年翁偉軍再度行發 3.2局18分 也是在比賽前段就處於絕對熱後 看得出來交流團希望球員面對危機自己處理 但是如果狀況不好 我相信交流團一定第一個看得出來 投手一直處於挨打的原因可能很多 隊友失誤或者運氣不好的鳥鞍 如果交流團發覺不對勁 應該有很多的時間點可以考慮更換投手 至少讓比賽不要早早的就定掉 這對對方球員和買票進場的球迷 甚至轉播出去的觀眾應該都是一種負責的態度 但是看起來交流賽 以練習的成分居多 這樣的定位恰當嗎?可用之兵 這跟剛剛提到的調度空間有點關係 第二場比賽往往打得比第一場好太多 扣除因為時差不適應場地 或是第一場比賽 對方打不停一直上壘 體力流失這些因素 表示樂天桃園還是有一定的實力在 那是不是有可能因為戰力沒有辦法兩天都位置在高檔 用這樣的角度來思考的話 我覺得以後交流賽只打一天的話也是可以討論的地方 代表台灣出去我認為就是一個品牌 如果換作是打閉門的友誼賽 那怎樣的調度練兵 那是交流團的自由 有他們的考量 但是既然都大老遠飛到日本去了 還每年包機帶球迷過去加油 當地的電視台放鬆轉播出去 比起純粹的練習賽 這幾年的交流賽性質 我覺得更接近小型的國際賽 球團背負的不只是球員的成長與否 可能還包括許多台灣球迷的期待 想看看和國外的球隊比起來會有怎麼樣的差距 國際交流賽也是提升球隊成像 和吸引球迷的一個好機會 希望將來交流賽繼續搬下去 但要從每一次的脫敗中 政治進步我覺得才是重點 歡迎留言討論 這集的X球團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